是的 才晚間八點 黎泰院已經人滿為患 不少人角色在街道嬉笑大鬧 但越晚人潮越晚 開車的只能猛按喇叭 因為馬路上也擠滿人 車輛根本無法動彈 哇 這裡是一件頭 這裡是一件頭 台灣人在韓國慶祝萬聖節 錄下一片是在被人群嚇壞 看看酒吧街更誇張 從巷口看過去根本看不到鏡頭 全是人頭 你想那個畫面 你真的會覺得 你在那片的現場 然後你往下看 你是看到幾百個警銷 然後警察 然後消防車是塞滿整個主幹道 然後大家都在 三四十個人被衣服發光 然後要趕快 遇到他們可以呼吸 然後趕快做CPR 然後那個真的滿像 天堂跟地獄的感覺 因為左邊跟前面在地上在CPR 然後右邊跟餐廳的人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整片那邊都還有人在 很High啊 在跳舞啊 在吃飯 小木安琪講起案發當晚 雨帶哽咽 難以相信眼前發生場景 比到我就想到 以前香港好像有類似的狀況 我才跟我朋友說 以前香港又這樣 我踩死人過耶 就很可怕 沒有辦法自己想要動就動 是大家推著你 其實滿恐怖的 那時候禮拜五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會被踩死 所以我禮拜 就是昨天我就不敢走 禮拜五穿細膏 跟我完全沒有辦法走 所以我的朋友從後面 就整個抓住我 然後拖著我 嫁去韓國的Sherry分享2018年 同樣去離太院 參加萬聖節活動的照片 當時人潮同樣爆滿 大家貼著走 結果這回 疫情解封後 到場人數突破新高 我朋友跟我說他擠到 他覺得有點沒有辦法呼吸 傳不過氣來 所以我們才到旁邊的 就是樓梯去休息 然後也有不少人就是 因為太擠了 所以到那邊去休息 再回想還是感到恐懼 還好目前沒有傳出台灣人傷亡 但好好的活動變調 也讓他們至今仍感到害怕 Sherry都有什麼 在台北倉寶島